最近有一种声音是越来越大 就是制造业全面失手 铜皮跌80% 集装箱堆积如山 然后就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制造业的订单究竟去哪里呢 该不会真的是有人相信 0.17美元的成本纸币 换我们100美元的产品太亏了 少出口不出口才是应用道理吧 上海封城的时候 限电现场的时候 去低端产能化的时候 不问订单以后去哪里 在穷途摸的时候再问 这已经是没有意思了 甚至如理所愿 大家都说居安思危 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没有饭吃自然就会思危 现在来了共鸣的确来晚了 也不要说是什么美帝居心不良 我们不自毁长城 他们也无可赖可 看到国主就看到了以后的所有 生存的时候你跟我谈预想 谈预想的时候却瞄准了下一代 被卡脖子的时候喊救命 松开的时候遥遥领先 卡不了别人的脖子 可以卡自己人 一说短板 我们传战 这也算优势 还好 中科院最近在研发上 有了一些眉目 就是推出了最新的无刺觊鱼 都在说华为 现在是造车很流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呢 华为问界 在重庆的金康萨利斯工厂里面 工厂最大的起重机 是来自于芬兰的科尼集团 冲压线上的机器人 是来自德国的库卡 问界 M5的蓝光检测检测机器人 是来源于日本的发纳科 机器人手臂上的蓝光检测镜头 是来自瑞士的海克斯康 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手臂 全部是来自日本的发纳科 机器人手臂上的视觉检测镜头 全部是来自于德国的卡尔蔡斯 就连喷漆车间的车漆 都是来自于美国的PPG 喷涂机器人是来自于德国的杜尔集团 给汽车车身打蜜蜂夹的机器人 同样是来自于德国的杜尔集团 电驱总装车间的系动元件 全部是来自于德国的费斯托 然而到了总装车间 给汽车轮胎装卸的机器人 也是来自于瑞士的ABB 汉装车间生产线上的定位检测系统 来自于德国的卡尔蔡斯 电池组装车间的机器人手臂 来自于日本的范纳科 华为的问街舞电机要线设备 来自于美国的联盟集团 电机转子生产线的机器人 来自于瑞士的ABB 这么一来 华为究竟是外资还是民族企业 MOTHERB连领螺丝的套筒也是靠进口的 难道只有情怀才是国产吗 单靠吹出了华为这下子可以隔屁的 承认别人的优秀真的是很难 小红又可以安心的买特斯拉了 不过凡事也不是唯一的 我们有新国标电动车闭门造车冲大哥 专家高考300分 能考科研700分的能送外卖 勉强点来说飞机刹车片也是占全球80%的赤场 技术上万道超车只是个传说 加工制造业也是要分低端和高端的 美帝跟我说登月科技 我们可以用降向科技飞天茅台 总市值爱秒杀洛克希等马迪 现在所有的三甲医院里的高科技设备 几乎95%以上都是外国进口 磁控证是德国斯门机 CT机是菲利普的 B超机是美国通用的 你知道逛一台CT机买过来就几千万 稍微出了点毛病啊 还得高兴起年价工程师从国外来维修 所以你还觉得拍几个CT几百块钱还嫌贵吗 如果说这些大精密仪器不好生产 那可以看看医生做手术经常用的手术刀 按照动态清零全球第一的科技来说 小小的手术刀应该是不难生产的 但是不好意思它还是依赖进口 进口用的手术刀传承能保持锋利 而国产的用几下就开始卷变了 可以说在这种生死有关的情况下 唯利仕途的医院还敢不采购国外的产品吗 所以说福中加工厂跟这些高端医疗机械工厂 是有可比性的吗 不过凡事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得到还有人口孔利的俗性 据说阳江有个地方生产18个子 人称阳江18子 很明显我们的厂板是干最重的活吃最少的饭 要知道德国最早在1895年就开始用X色线来辅助治疗致病 那个时候很多国家连胶卷也造不出来 英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开始用上世界上第一台CTG来给人家诊断 还有超生鱼还有高压养肠 这都是美国人发明的 所以他们起步找记忆的技术就越多 它就像小孩子走路一样 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跑的 全世界10大医疗器械公司排名 美国就独占6席 日本1席 德国2席 河南1席 无一例外 这10家公司都是有100年以上的老企业 而且他们手上还揣着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的专利 不要紧 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网红 他们的痴迷商标 人耀地球两全 一个CTG里面 原理上只是利用X射线对人体的组织进行噪影 但是它里面却包含着上万个精密零件和十几万项的专利技术 这个没有几十上百年的研究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还要脚踏实地的埋头追赶才行 像什么差不多啊 凑合者能用的这种概念啊 一定不能放到精密仪器的加工里面 当然如果非要讲弯道超油车的话 那只能翻车 所以有些凡人能忍住效 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有够高的 终上所述 如果说资本捧杀旅人是要掏空国人的钱包 那么捧杀中国的高科技 那是要王我们的国 真正的爱国不是麻木的自大 而是要清醒的看自己的问题 我国是没有一台电动车 是中国软件系统操作系统在支撑的 现在中国所有电动车用的软件都是欧洲的阿托莎 华为的鸿蒙那就算了吧 我们觉得现在的高铁很厉害 结果都是60年代日本完胜的 之前有个北大的教授团队 接了一个铁道部的项目 要求他们预测 如果他们完全自主开发高铁的软硬件 只需要400年 这也符合5000年和刚起步的定律 这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妄置飞薄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高级 全世界最牛 我们还有全世界最多的保安 最多的志愿者 还有各种享受不了的福利 在高铁方面 我们用的是德国的科技 法国的技术和日本的新干线技术 那么为什么是世界最强的 就是因为种装能力强 要想真正的强大不是靠组装 只要芯片一段工 就如同海事圣楼般 瞬间飞飞湮灭 麻木的自大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要想改变一切的话 马上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